弟兄姐妹晚安 谢谢邱转道 也再次谢谢弟兄姐妹 一起的参与 我们来祷告 父神我们 真是将自己摆在你的面前 主我们实在是说 你的恩典丰丰富富 主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的身上 要显明 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没有什么可夸 正如同保罗所说 我们所要夸的 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进入第三堂 主啊就求主恩上加利上加利 不管我们前两天 前两堂如何领受 主啊我们也深信 你已经在我们当中 做了感动的工作 主啊今天晚上也就求 你在此在我们当中居所谓 管理我们的心思一年 因为 神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求你深深在我们里面洞三宫 还是说 说的实在是 主不够 但愿圣灵你亲自来补助你的话语 主让我们再次能够得生命的建造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生命 Amen 这个下午的时候我有说 生命在先 所以呢我们前两堂 我们讲到跟随主和结果之 那么现在第三堂 我们就来讲侍奉 我还是就是用一个故事 来做一个起头 那在这个美国的康乃迪克州 在一些年前呢 有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位 在他们当地的一个医院里面 很有名的一位主治 外科大夫 那他有一天早上 他要开车去一个医学院 去八点钟 要给一些的学生 医学院的学生做一个演讲 然而在他这个路程过程的当中呢 经过一段的高速公路 那么就刚好就碰到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 有一个这个大卡车呢 可能这个驾驶呢 他就是方向盘失去控制 结果整个大卡车就翻过去 而且滑到那个对方的来车 那个车道当中 那个上面去 结果这是一个极严重的车祸 至少有20辆的车子 就挤成了一堆 而且当场就四个人就 就就在那个车祸当中 丧失性命 那么 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医生 那他看到这个情形呢 他就把这个 他就感觉到 这个他需要下去帮忙 那然后他就把他的车子 就停在路边 因为那个手已经相当乱了 然后呢 也有这些的救护车 赶到了这个现场 那可是呢 因为他是受过训练的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疗人员 所以他就走进了这一堆的这些的废铁 也有很多这些受伤的人群当中 他就那边在喊 说Who needs help Who needs help 谁需要帮助 那么他就在现场 大概停留了有90分钟的时间 救了16个人 一共救了16个人 那么然后把这些16个病人 把这些受伤的 送上救护车 然后这一位医生呢 就回到自己的车子里面 他就开车前往那个他要去的医学院 来去给那些学生来演讲 结果他迟到两个小时 他迟到两个小时 那么我看到的这个文章说到呢 这位医生 他其实已经在过去的好几年了 这个那次不是唯一的一次 他在过去的好几年 他在路上帮忙这些因车祸受伤的 已经非常多次了 然后这个医生呢 他回答那些记者一句话 他说呢 我是一个受过专业的医疗人 受过专业的医疗训练的一个医生 他说我没有办法 当我看见一些有需要的人 受伤人在我那个旁边的时候 我视若无睹的从旁边过去 他说我没有办法过这种生活 就是视若无睹的就这样过去 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个故事 引发我一些的思考 那这个医生呢 他拥有丰富的学士 医学知识 还有医疗的技术 那他认为 有机会在车祸现场 去服侍那些的伤患 是他的职责所在 那其实照一般人来讲呢 他就可以像一般人一样嘛 对不对 作为一个过路人就好 何况呢 他当天是有重要的事情 是需要去赴约的 有很多的医学院的学生 等着他去演讲 那他真的不需要麻烦自己 他真的不需要麻烦自己 反正有急救人员 那些救护车在旁边 在那个现场 那结果他迟到两个小时 再才去到那个医学院去 那当然呢 他肯定要跟大家讲抱歉的话吧 那那个两个小时 那些的学生等不到 他们也可能会抱怨吧 那不过我相信 他的榜样 一定会带给 学生 有更多的造就 和帮助 我觉得 比他单纯的讲座 提供的帮助 可能大很多 说不定呢 这些学生 他们会效法 因为他到了 他一定要解释 他为什么迟到两小时 所以我觉得 说不定这些许多的学生 也就会跟着他来效法 就是来效法他 学习 这位医学界的 一位前辈救人的精神 而不是说 我学医 今天我学医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自己赚钱吗 我相信这位 这个医生 他这样做 有非常大的一个正面的 这个影响力 对这些学生来讲 虽然是迟到两个小时 那弟兄姐妹 同样如果我们拥有 耶稣基督的生命 那这个生命 是否有机会成为 具有感染力的生命 还是我们觉得 只要自己 常常享受神的恩典就好 那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前两堂 我们也大概有提过 其实我们可以 进一步来思想 神给我们自由意志 但一切在乎我们 怎么样做生命的抉择 生命的抉择 不是只有在最早的时候 我们受了感动 觉知信主而已 生命的抉择 是我们一辈子 跟随主的过程当中 时时刻刻会面临的事情 那今天晚上我们来看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八节 保罗在前面 就是论述了 这个就是罗马书前面 这个十二章前面 他论述了许多 有关于救恩的真理 那么按照他一贯的原则 从这里开始 十二章开始 他就是讲到 基督徒生活的实际 因为圣经真理 必须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来相结合 那否则 没有什么太大的生命的益处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八节 可以说是保罗 所认为的实践真理 实践真理的第一步 他讲到 侍奉的招命 让我们能够来 来从三个方面 我们来彼此勉励 第一 将身体献上 第二 要心意更新 第三 按信心侍奉 第一个 将身体献上 那罗马书呢 一路 我们从第一章 我们就可以看到 罗马书一路在传讲 神救恩的大计划 保罗提到 人的罪信 基督的救恩等等 还有因性称义的道理 讲到 这个在基督里面 我们要经历成圣 我们会得荣耀 这些东西 那特别 他也引导我们看见 就是说 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 那是一个奥秘 虽然他们有几分 所谓的硬心 但是他们终必要回转 无论在 这个以色列人 或者是外邦人的身上 那神整个救恩的计划 是必定要成就的 那神奇妙的作为 人真的不能参透 所以在这个十一章 结束的时候 保罗发出了一个赞叹 在罗马书十一章 三十三节 他这样讲 说 生灾 神智慧的丰富和知识 他的判断 何其难测 他的踪击 何其难寻 神一切的决定 他安排 真的不是我们 这个所谓 有限的头脑 可以完全理解的 我们只有谦卑的 来到他的面前 来敬拜他 而且凭信心 来领受他的恩典 也凭信心 来侍奉我们的神 那么保罗在赞叹之后呢 就用了一个恳切的 这个心情 他来劝勉我们 就是真实 要来回应 神的恩典 来讨神的喜悦 所以在十二章一节 保罗就讲 你们 所以弟兄们 我与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国籍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弟兄姐妹 有没有发现 保罗在这里 讲到侍奉的时候 他说到身体 侍奉跟身体 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我想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保罗在这里 其实再次 他直接的指向 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因为主耶稣 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他谦卑自己 成为人的样式 来服侍我们 而且当他 为我们的罪 被钉在十甲上的时候 那更是这位 道成肉身的上帝 服侍我们的 最高峰 所以当保罗 提到侍奉跟身体的时候 我第一个感受 就是要我们在生活里面 在侍奉的这个事情上面 能够学向耶稣基督 那种谦卑舍己的这个精神 那第二 这是第一 第二 保罗在这个 我们知道 罗马书在这个第八 第六章 保罗已经说过了 他在那边讲什么呢 他讲洗礼的意义 或者是敬礼的意义 接着敬礼 就是我们与主的死 来联合 也与主的复活来联合 那么 所说的东西 就是说 这个既然领受了 主的复活的生命 这个保罗在 罗马书第六章 他讲完了 与基督的这个死来联合 跟与耶稣基督的 这个复活来联合之后 来联结之后呢 他就有说到 他说 我们要将肢体 献给义 来做器具 来做器具 那这个请弟兄姐妹 您自己打开圣经去 去看一下 OK 所以实际上呢 保罗在这个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是再次提醒 我们来思想 我们为什么要受洗 或者是要受尽 我们为什么要受洗 为什么要受尽 那重点 就是说 我们要将身体献上 为主活 活出 主复活生命的样式 然后第三 保罗说 献上身体当作活祭 那么这几个字 也可能很容易 就是让我们想到 旧约 献祭的祭物 保罗用这个观点 来劝勉我们 怎么样来看自己 跟神的关系 那在旧约时代 这个祭司呢 是用全身的 这些 无瑕吃的牛羊 来做这个祭物 来献给神 能够成为新乡的伙计 来给神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新约时代 我们是献上自己的权人 就是要为了彰显出来 那因 就是保罗所说的 要显出那因认识 耶稣基督 而有的香气 凡气 特别是凡祭的时候 我们知道 凡祭其实在GV里面 常常提到 那个神闻的那个香气 他就来越南 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今天我们献上的意义 那不过 旧约的祭物是要流血 是死的 但是新约的祭物 就是我们自己 是不用流血 是活的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 不流血的活祭 我想大家都清楚明白 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流血舍己了 已经为我们流血 死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一次 好像再死一次 因为耶稣基督 一次就完成了 永远的赎罪祭 而且他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这都是保罗在 罗马书第六章有提到的 所以当保罗在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劝勉我们 将身体献上为活祭的时候 完全都是因为 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做了 他道成肉身 是为了我们 他献上自己 成为永远的赎罪祭 更是为了我们 那保罗说呢 我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意思就是说 因着主耶稣的爱 还有他如此 为我们谦卑舍己的榜样 他愿意 我们就愿意 来照着他的样式 献上自己 来回报他的恩典 保罗说呢 我们这样侍奉 我们这样来学习 是没有理由说 不可以的 是没有理由说不 那弟兄姐妹 以色列人背逆 他们这个 这个心碗梗不化 我想其中 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以神的恩典 看为平常 好像神给他们是应该的 是理所当然的 而以色列人 也包括我们 来回应神呢 我们好像要多多考虑 要多算算 我觉得不是很应该 人的理由 我们真的很多 我们理由实在是非常多 没时间 很忙 太累了 这些 常常我们会放在 我们的嘴唇上面的 这真的是不太应该 真的是不应该 那么提到 侍奉两个字 我想请弟兄姐妹 再来看一下 这个马太福音 第四章 耶稣受试探的事情 今天早上已经说过了 今天早上已经说过了 但是我们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那我们知道魔鬼撒旦 给耶稣一共有三个试探 第一个试探就是 要耶稣把石头变成石物 然后第二个试探呢 就是要魔鬼 这个魔鬼要耶稣 从这个圣殿的这个垫顶 跳下去 说神会拖住你的脚 那么今天我们不看这两个试探 我们看第三个 早上有提 但是我们就是用不同的角度 那这边这个slide放在这里了 这个马太福音四章八到十节 这边讲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 就对他说 你若福福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然后耶稣说 撒旦退去吧 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担要侍奉他 那这三节经文 我想我们需要留意两件事 第一个是魔鬼要耶稣拜他 还有呢 就是耶稣回答的时候 他除了讲当拜主你的神 我不可能拜你的 对不对 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 但是耶稣在加这里 加上了这个侍奉 加上了侍奉他 那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这个一件事情 那当然了 主耶稣要魔鬼 这个要显入魔鬼的诡计 我们这个唯一的敬拜的对象 就是只有一位上帝 就是这位神 我们不可能接受魔鬼 对魔鬼给这个耶稣的试探 其实也都是给我们的 那我们不能够接受 这个拜他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唯一的敬拜对象 就只有这位神 但是刚刚说了 耶稣加上另一件事 就是要侍奉神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单单参加这个主日崇拜 或者是教会其他的这个 聚会活动等等等等 是不够的 耶稣强调了这个侍奉的必要性 那当然了 这个话魔鬼肯定不会听嘛 对不对 魔鬼怎么会理这耶稣说这些呢 他不会不会去听耶稣讲这个的 而且这句话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是从生命纪六章十三节带出来的 是引用耶稣引用那边的这个旧约的经文 生命纪六章十三节 耶稣引用这里的这个经文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嘛 对不对 因为这是原来就写在圣经里面的 那那是在说给谁听呢 那当然毫无疑问的 主耶稣虽然是回答魔鬼撒旦 可是明显 他是在说给我们听的 对吧 那耶稣说这个侍奉 这个希腊文 在这里就是马来福音这边 耶稣讲到这个侍奉的时候 但要侍奉他的侍奉 这个原文字 希腊文 和保罗在十二章一节所说的侍奉 完全是同一个字 完全是同一个字 那希腊文原文的主要意思 就是指 是其实是指到这个侍奉呢 他其实更广义的 说到生活层面 就强调呢 生活就是侍奉 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首先了解的 保罗包括耶稣 包括保罗 说强调 讲到侍奉的时候 先讲到生活上面的侍奉 就是说我们每天的生活 都应该来献给神 用一个侍奉的心态 来过日子 来讨他的喜悦 然后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参与教会的侍奉 使这个教会的侍奉 可以有美好的发展 所以神 从这样子来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神不是我们主日崇拜时候的神而已 我们天天都在侍奉神 我们天天都在侍奉主 不是说只有主日崇拜 我们来到教会来侍奉他 我们来敬拜他 那这位神 是我们24-7 一天24小时 一周七天的神 无论在我们的工作上面 或者我们买菜 除草 残血 任何的家务事 或在office 我们所做的一些的工作 其实都是一种的 我们要用一个敬拜的心 在那里来侍奉 也许我们是在为老板做 也许我们为了这个公司 我们在付出我们的心力 但是前提是 我们是用侍奉的态度 来服侍这个社会 来服侍我们周遭的人 所以我常常会提醒 就是问弟兄姐妹 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一天 有多少 一天有20小时 我们睡觉去掉8小时 还有我们自己一些的 这个自己的活动时间 等等等等 我们一天有多少时间 会想到神 其实这是一个 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我们到底一天 我们有多少时间 我们会想到我们的神 还是说礼拜天了 今天我们要去教会 我们来侍奉他 我们来敬拜他 所以保罗 不管是耶稣或者是保罗 他们就先从侍奉的态度 从生活当中 先来看这个侍奉 那当我们在生活当中 就是来学习 在这个琐碎的生活细节里面 我们就来侍奉他的时候 来让主居所谓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经历神的 然后里面 就会有一种 这个发现会不一样 就会不一样 然后呢 在教会的侍奉 我们也就能够 不至于枯干 而有力量 那么侍奉 也就能够成为 我们的喜乐 不会觉得是重担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 哇好像很多的事情 我们真的被背负重担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细节 的部分 都跟主连结的时候 是真的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 是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 讲一个这个故事吧 那么有一对夫妻 这个太太叫Sindy 那个先生叫Chip 没关系 他们叫什么都没关系 那么在他们这个结婚十年的 这个过了十年的婚姻生活以后 他们发现呢 就是有很多事情过不了 然后呢 就考虑要离婚 那么为什么离婚呢 其中也有一个不太好的事情 就是其实这两个人 他们都是二度婚姻 之前他们都在这个婚姻当中 受过伤害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呢 就有很多这个心里面的状态 没有恢复过来 就是碰到伤处呢 就会痛 然后就就是又到了一个 要所谓离婚的这个地步 那然后他们呢 就这个分居 但是他们同意呢 彼此双方同意 就说你可以找另外一位去交往 我也可以找另外一位去交往 他们是这样来来来这个 这个协调的 那么后来 大概过了 这个 这个法律程序 看来也过了比较久 那在五年的这个分居生活之后呢 后来这个做丈夫的 他就这个胜 两个胜 都出了问题 而且情况恶化 不太好 那么 这个 他的这个妻子 准备就是要离婚那个妻子呢 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 他突然就有一个感受 而且这个 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男的 他其实已经有在交往另外一个女的了 那可是呢 这个 这个原本的这个妻子 他突然有一份的那个感情 在他里头 他就觉得 我有两个胜 而他两个胜都坏掉 一个都没有 我没有办法过我自己这一关 他说我没有办法过我自己这一关 所以后来 他就这个 把他的肾呢 就捐了一个 给他这位 其实已经在分居当中的这个 这个先生 那当然呢 这个都是在医疗方面呢 做过配合 是可以做的 他在这样做 而且呢 他愿意不代付任何的条件 也就是说 我今天给你这个肾 我不会说在法庭上面 我要求特别的 一些多的这个 所谓的赛养费这些东西的 他说 他们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做妻子 他觉得 他没有办法过这一关 过自己这一关 所以后来 就是手术 非常的成功 那么两个人都在医院里面 恢复过来 那么后来呢 就是 这个他们重新 就是和好 尤其这个做丈夫的 他觉得 有这么一位 就是愿意把生命的一部分 都来给他 分享给他的 这样子一个女人 我怎么可以离奇他 怎么可以跟他分开来 那这个故事 是很特别 但是呢 这个结局 这个非常非常的美好 那弟兄姐妹 我要说的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例子 首先我要讲 这是一个例子 请大家不要有任何的联想 那最主要的 我就是讲到这个 commitment 这个尾声的这个重要性 那其实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 就是这个 就是要commit 把我们自己的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 他首先为我们尾声 是不是 为我们最丁实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尾声 把自己交在主的面前来服侍他 这是理所当然的 那今天这个年头 讲尾声 讲commitment 可能很多人不太愿意听 不太愿意听 那么 这对夫妻呢 从故事里面 我觉得 他们未必是基督徒 因为没有提任何的字言 说他们是Christians 可是我是觉得这样子更好 因为 对上帝的真理 放诸四海皆准 好 重点 就是我们 像神 像人 我们都需要尾声 我们都需要尾声 服侍 是我们 对人 对神的 这个尾声 都可以显出来的 一个 一件事情 对教会 对神 对弟兄姐妹 都是一个尾声的态度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 讲到侍奉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思想 这件事 第二 要心意更新 保罗在第二节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力更新而变化 将你们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保罗在第一节论到 基督徒的侍奉 就是指我们要 用侍奉的态度来过生活 那么 这关乎我们的body 我们的这个身体 这个body 那么第二节呢 就讲到我们要查验 神的旨意 这是关乎我们的心事意念 就是关乎我们的mind 我们的mind 第一节关乎我们的body 身体 第二节关乎我们的mind 那我觉得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基本上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来说的 因为这就是这个价值观的改变 就是为了来明白神的这个旨意 顺服神的旨意 来讨生喜悦 那么我想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说 可能还是第一节再看一看吧 第一节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保罗说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请大家注意 是圣洁的这几个字 那旧约献祭的时候 就是说 被选做这个祭物的牛 或者是羊 那他们被带到这个祭坛 前面的时候 必须先宰杀 比如说宰了以后流血了 然后去皮 洗干净以后 切成筷子 才能够放在祭坛上面 那弟兄姐妹 当这只牛或者羊 准备完毕 没有放在祭坛 上面之前 这只牛 或者是羊 这样子准备完毕 骰沙 去皮流血 去皮 切干 这个洗干净 切成筷子 没有放在祭坛上面之前 我们就是说 拿来做菜 这个蒸煮烤杂 都可以 其实是 这个准备工作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做成很美好的食物 但是呢 这个准备好的 这个羊或者是牛 当它放在祭坛上以后呢 这就不一样 它就成为圣 就变成神悦纳的机物 前面的这个预备动作 完全是一样的 完全是宰杀流血 去皮洗净 切成筷子 然后呢 放到锅子里去 或者是放在祭坛上面 那前面所做的 全是一样的动作 但是放到锅子里去 跟放在祭坛上 就是不一样 那放在祭坛上面 就成为圣 就成为愿纳 神所愿纳的祭坞 所以 祭坞的本身 不是因为成圣以后 才献上 不是这样 是献上以后 才成圣 弟兄姐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给我们一个观念 是献上以后才成圣 不是成圣以后 比较好 所以才献上 弟兄姐妹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觉得 我自己生命还不够了 我有很多要学习的 不够成熟 好像不好参与 事奉 我觉得这样子 也很值得夸奖 那个很谦虚 但是其实呢 从这个保罗这样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见 其实事奉 反而是让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 一个成长机会 不是说我们永远是不够的 OK 我们永远是不够的 但是神的心意呢 每个人都应该来事奉 所以不是说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 所谓的生命的层次 我们才来事奉 不是 我们都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所以参与事奉 是一个让我们自己能够提高 这个生命可以提高的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 所以很重要 愿意将自己献上给神 才能有成圣的经历 也才能够带出心意更新 而变化的一个结果 讲到变化 其实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 很多字都是值得来探讨的 变化这个原文字 在新约圣经当中 总共出现四次 其中的两次是用在主耶稣 登山变相这个事情上面 另外一次 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放这个 OK 那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保罗在这里讲 信徒要变成基督的形状 是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 从这个用字方面 我们看得出来 保罗讲的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 然后再加上耶稣登山 这个登山变相的这个变相 其实就是这个保罗所说的 这个心意更新 而变化的变化 都是指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那荣上加荣 你看 耶稣这个登山变相 哇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情景 对吧 那那个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 这个彼得约翰 这个雅各三个人呢 他们就 他们就已经在那里 就是真的不想下山了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改变的意思 就是让我们的性格行为 能够脱离 世界价值观的影响 能够成为基督的形象 能够来荣耀神 那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摩西去找法老 要法老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弟兄姐妹 是什么目的 摩西去找 这个神叫摩西去找法老 要法老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是什么目的 是因为以色列人做奴隶 神要救他们脱离埃及的辖制吗 是对的 这没有错 这是正确的 但是摩西去见法老 神叫摩西去见法老 要摩西放人 不是 要叫法老放人 那神是怎么讲的呢 神对这个借着摩西 怎么样跟这个法老讲的 神借着摩西跟法老说 容我的百姓去 好事奉我 所以不是说 这个这句话 我在这边有 有把这个经文 这个出处有列出来 在整个出埃及基当中 这句话出现了六次 那么所以可见的 以色列人被解救出来的目的 不是只有得生命自由而已 重要的是 他们得了这个生命自由以后 为的是侍奉神 为的是侍奉神 那这个目的 这个意义 其实贯穿了整个旧约 新约的圣经的教导 在这个生命纪 十章十二节 生命纪十章十章十章十二节 那那个时候呢 摩西对以色列的第二代 就说了一些话 他说以色列啊 现在耶华 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那是第二代 摩西跟第二代 以色列第二代说话 只要你敬畏耶华 你的神 遵行他的道 爱他尽心尽信 侍奉他 那刚才说了 摩西是在这里提醒他们的第二代 神的心意 在他们得救的目的上面 是完全一致的 丝毫没有改变 丝毫没有改变 那么神的心意呢 就是要叫他们爱神 来侍奉神 另外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耶稣所说的 当败主你的神 这是他跟这个魔鬼撒旦对话时候说的 当败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还有很重要的 西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西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作者说到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痴献给神 他的血 岂不更能洗进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心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 在这里也是清楚说明 我们在基督的这个里面 得洁净得蒙拯救的目的 就是侍奉神 就是侍奉神 然后最后 在启述录二十二章第三节 这个已经到了圣经要结束的时候了 启述录二十二章十三节 第三节 这边讲 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 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将来在天上 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 我们唯一能做的 也就是永远的在那里敬拜神 侍奉神 弟兄姐妹 这叫做神给我们的侍奉的着明 这是神给我们的侍奉的着明 从我们得救恩开始 一直到永恒的未来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来侍奉神 这个侍奉的着明 是非常大的恩典 从现在一直到永恒 这也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 一个至终的目的 我想下面有一个图 放出来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对 这是我自己思考的一些事情 我在这边画了一个图 这个图 听我解释 我不敢说是我独门的 那是我没有看到别的书上有写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那这里有几个圈 有一个大圈是B 然后有三个小圈 P1 P2 P3 然后呢 这个P2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P2 一片 P2 Plump 那这个分别代表什么呢 这个B 就是Bible 这是讲到就是圣经的真理 这是圣经真理的全部 那P1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P1呢 我想呢 其实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不幸福的朋友 他们就是特别可能呢 就是比较不愿意 比较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强硬一点的 好像比较反对的 就是不太理会的那个圣经的东西的 可能他是跟圣经的这个道理呢 毫无相干的 就是讲到基督教 讲到圣经 他会就会反对的 这是P1 不幸的 那么P2呢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我特别要在讲 就是讲这个 那P2呢 就是说 我们信主了 我们也接受了圣经的真理 可是呢 可能一部分 跟圣经 是相连接的 另外一部分 跟圣经说的 是我们的相信 我们认为 我们的 这个信心所在 其实这部分 圣经没错 圣经没错 比如讲个例子 今天早上我就说到 那个耶稣有讲 我们要进窄门 走窄路 OK 那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人也多 那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 路是小的 找到人也少 可是我们通常呢 我们就有一个思想 觉得我们走中间的 OK 不宽不窄的门 我们进 然后不大不小的路 我们来走 因为 这个要付代价的 哇 不容易吧 这个 不太想要 然后呢 如果是到灭亡 当然不要 我们也不愿意 所以我们就选择自己 这个中间 可是这个中间的事 可能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或者是以而传为 我们在我们的群 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我们都 也许我们也会 这个潜移默化的 我们都会觉得 这样OK 可是这是圣经没有讲的 圣经没有讲的 那么这是举个例子 可能还有别的东西 那么P2 Plan 那这是怎么说呢 就是有些 没有信主的朋友 他们也可能 很认同圣经的教训 觉得这本书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还没有到 那个 就是说 真正接受耶稣基督 他个人救赎的 这个情况 所以他也认同 圣经的道理的一部分 OK 这是 所以P2呢 可以属于基督徒 P2 这个就是这个圈 也可以属于非基督徒 那么P3呢 就是说 我们真的是完全的 这个愿意进入 这个圣经的真理 我们放下 我们自我的一些的东西 想法 那可是这个P3呢 希望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永远没有办法 跟这个B相等 可是这个P2呢 需要越来越 P3 需要越来越大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一个解释的 一个图啦 也就是说呢 这个P 我们不管是 P1 P2 P3 就是说 我们要进入这个B 然后呢 能够在这个里面呢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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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要解释 就是说 这叫什么 这个变化 就叫做心意更新 思想的这个东西 那这跟信心成长有关 而且跟领受神的真理 是有 是绝对有关系 我们知道 这个当神借着摩西 对法老说 容我的百姓去好 侍奉我的时候 法老是始终硬着心 不顺 不愿意吧 对不对 那么一直到 神降下十个大灾 来攻击埃及地 然后逼着法老松手 法老 所以法老呢 就代表 他是世界的王 魔鬼撒旦 那今天主耶稣的十字架 和他的复活 已经彻底 击败了这个仇敌的作为 把我们从 黑暗的权势当中 拯救出来 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呢 不再回头 顺从这个世界的王 他的声音 求神恩待我们 所以在服事上 服事神的事情上面 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有些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有些的犹豫 或者怎么讲的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们需要 就是说留意这样的事 但是不是回到 去听这个世界 这个王的声音 因为他 魔鬼撒旦是肯定不让我们 不愿意我们吃食封 他就是不要叫我们吃食封 这是肯定的 那保罗在十二章二节 我们还是回到这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 可学的旨意 所以 就是讲到价值观的问题 跟这个 世界的价值观 跟圣经的价值观 常常是对立的 我们要分辨 那么 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那我们要效法谁呢 自然我们就是效法 耶稣基督 以基督为中心 来建立跟他的生命关系 那么 所以呢 其实答案 这个改变 就是从神的话来 刚才已经有提过了 这都是我们得救以后 怎么样能够领受 这个神生命的 这个事情 是这个一个很根本的 所以我们就是回到 信仰很基础的一个问题来看 什么叫做 这个心意更新 好 第三 按信心事奉 第三 按信心事奉 三节到八节呢 保罗讲到基督徒教会的生活 也就是怎么样的彼此服事 来过肢体的生活 那么因为呢 他说到 要查验何为 神的善良 春泉可喜悦的旨意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 就是说 保罗就是说 叫我们能够学习在肢体之间呢 在教会的事工上面 来顺服神 来为主结果子 第三节保罗讲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 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的合乎中道 沾沾这一节呢 我们发现 看 不要过于自己所当看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的合乎中道 所以有三个看 在这里 所以可见的呢 就是说在强调呢 我们怎么样来过这个 这个我们彼此事奉的这个肢体生活的 这个时候 就是要学习怎么来看自己 怎么样来看自己 那事实上说明呢 一般呢 其实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 大概都讲到了 就是说 人很懂得看别人 我们不太懂得看自己 读经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到结果子 也觉得说对方 别人呢 这个需要结果子 我们比较没有看到自己 需要结果子 那读圣经的时候呢 也可能在替别人读 听讲道的时候呢 也可能在为别人讲 为别人听 这个也要 比如说 假如我们这个读经 或者是讲道的时候 听到说法利山怎么样怎么样 耶稣责备他们 然后呢 你一想 心里这个脑子里面就一闪 就想到某一个人 那你就觉得说 啊 我认为他假冒为善是对的 耶稣就是责备这样的人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是 可能会用一种的 论断的心态 读圣经 是为别人读 那么我们也用一个论断的态度 在领受神的话 在听道 也是为了别人 所以没有谦卑的看自己 我觉得 这是 可能我们常会有 包括我自己在内 也不自觉的 就会 一听到这些 这个话 或者读到这些经文 我永远想到某一个人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我绝对承认 我有自己有这个问题 所以 从我们祖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 我们的老我 就是这样子受污染 所以 自私自利啊 这种的自满啊 自夸呢 这种 层出不穷 层出不穷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要说社会上面 有的时候教会里面 也有很多的 这些的问题 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都同意 我们是蒙人的罪人 我们总要 大家谦卑 来学习 生命的改变 那 怎么样 所谓的看得合乎中道 那保罗说 按照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看 那信心的 这个 信心是我们信仰的 这个根基 信心从神来 信心从神的话语来 那么我们生命的容量 这个 这个 capacity 确实有时候有大有小 那 我们怎么来衡量 我们的信心 那我觉得 跟保罗所说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 跟这个心意更新 变化 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只有这样 这个 我们才能够查验 这个 我们信心有多少 那实际上呢 这个保罗在后面讲到 这个 要照所得的恩赐 来侍奉的时候 这些都是 跟信心 怎么样用信心 来看待自己 是有关系的 我们不说到 那么的细节 但是 不过呢 保罗也确实有提到 恩赐 恩赐 但是我们知道 有愿意 侍奉的心 如果我们有愿意 侍奉的心 我们自己会知道 神也会知道 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觉得 不知道自己 有什么恩赐 但是神 真的是会带领我们 一定会带领我们 借着弟兄姐妹 彼此的勉励 会发现 特别传道人 有的时候 给我们一些鼓励 你也会发现的 保罗有讲过 格林多前书 十四章十二节 我们要切勿 属于恩赐 他说 既是切勿 属于恩赐 就当多求 造就教会的恩赐 这是 有需要的 我们是可以祷告来的 那么呢 还有很多 这个 现在网上也有了 或者是有些的书 让我们做恩赐调查表 其实我们都可以 知道自己恩赐所在 其实你会感觉到 什么样的侍奉工作 你喜欢 这个就是你的恩赐所在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知道 耶稣有说过 五千两 二千两 一千两 这个比喻 在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里面 我们都很熟悉 那么而且我们知道 这个结果 对不对 零五千的 还有二千的 得到主人的称赞 说他们是这个 这个什么 又良善 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那么你那个一千的呢 他就把这个银子 埋在地里面 那主人的评语 是说你这又恶 又懒的仆人 然后最后 主人说 要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 让他哀哭怯 那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 这个一千两的 我想 其中有个原因 他可能觉得 自己的恩赐很小 因为五千 二千 一千 对不对 一千是比较小 比较少 所以他可能觉得 自己恩赐小 没有什么重要 不需要去做 那我觉得 这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重点所在 所以弟兄姐妹 恩赐没有大小之分 神 不管是给我们多少 就算是这个恩赐很小 神都看重 而且在这样的恩赐上面 也就让我们学习 做忠心的管家 好来侍奉 不要轻看 觉得好像这点 无所谓 没有什么 我觉得 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 服事 每一个肢体 在教育当中 都有他 特殊的这个胃分 都是很重要的 我想讲一个事情好了 这个 这个 加拿大有一个牙科医生 叫做 Dr. George Leslie McKay 中文翻译 叫做马杰博士 有些人可能知道 那他在1844年 生长在Ontario 他很小的时候 就立志 要把自己 献给神做宣教师 在他28岁的时候 他受到那个 加拿大 长老会的拆派 就到了台湾做宣教 做医疗宣教 那他在台湾的北部开始 有个地方叫淡水 他在那里服事了30年 那有一份呢 有关于他的生平的介绍 里面讲的 他是一手拿圣经 一手拿拔牙的钳子 他是一个牙科医生 一手拿圣经 一手拿拔牙的钳子 他呢 走过台湾 很多乡镇 总共 就是拔了两万颗牙齿 但是他建立了六十间教会 为四千人 施禁 在1901年 他自己因为这个猴癌 他死在 过世在台湾 一生不过57岁 57岁 那 这个在台湾呢 对于马基博士是 大家都 非常的 这个 就是 很敬佩 他这位宣教师 他 有一句名言 叫做 宁愿烧尽 不愿 绣坏 深锈的锈 宁愿烧尽 不愿绣坏 Rather burn out then rust out 那不过 有人说呢 他主张burn out 是不对的 我是很同意 这不是神的心意 可是呢 他完全为主摆上 是一个很美的榜样 但不管怎么说 如果不保养自己的身体 然后burn out 到个地步呢 其实不好 其实不好 我自己在 过去20年的师傅当中 有几次 那个 我自己认为 我是burn out 的一个情况 其实是不好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好像 耶稣 勉励我们的 我们是尽心尽性 尽一尽力的 侍奉神 来侍奉神 但是我们也保守自己的身心灵 各方面都健康 这是很需要的 那么 神的恩赐 都很重要 没有大小支撑 但是呢 有人说 也是大概是 两年前吧 我听到 这个多仁多 有一位 这个 粤语的牧师 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趣 那 他说呢 教会 普遍 有个问题 就是教会 有80%的 不动产 教会 有80%的 不动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会众当中 可能 80% 是没有参与 侍奉 也就是说 平均大概 20% 弟兄姐妹 愿意参与 侍奉 那 为什么会这样 值得我们自己来思考 我想 确实有许多原因 那 包括个人方面 也包括 教会整体方面 那个人方面呢 就比如说 也许我们还是觉得 我们的commitment 我们不太敢 那也许我们还是有一种 不是很好的心态 来教会呢 我们就享受 我们来希望被服侍 我们觉得这样子 很好 就是不太 就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吧 我觉得我们都要需要 彼此鼓励 那么当然呢 有些 比如说 这个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那自然不方便 这都 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 这个神是 希望我们 人人都能够侍奉 这是他给我们的侍奉 着命 那教会方面 我自己也是有 多年 就是觉得 有 比如说 以我牧者来讲 我也会有一些的反思 那为什么 弟兄姐妹 好像 这个 不愿意出来 其实我们教会的 我现在这个教会 我们有过 我们现在目前 也就有在谈论一些的事情 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 没有 可能缺乏一些的训练 造就 这个都是有不同的情况 那不管怎么说 我们个人的方面 教会的方面 但是呢 神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 都能够 在这个信心的大小上面 来看得合乎中道 神盼望我们 都能够发挥 这个肢体的功效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看 神给我们侍奉 昭明 刚才那个 秋传道带 我们做祷告 我觉得他 很好 他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服侍 其实也是一个生命果子 我们要结出来的 我们要结出这个 服侍的果子 那而且 也就是在乎 我们的回应 对神恩典的回应 保罗的提醒 很清楚 将生理献上 这个当作活迹 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要心意更新变化 要查验 神的旨意 去顺服 那按照信心的大小 来看得合乎中道 就是好让我们能够来过 自己的生活 彼此事奉 我相信 我们国语堂 弟兄姐妹 都能够彼此同心 能够彼此来勉励 就是愿我们每一位 都有一个心志 就是将来 我们在主的面前 都能够被他称赞 为良善众心的仆人 好吗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把荣耀 给给你 主啊 真的不是孩子 能说什么 如果孩子所传的 合乎你的心意 盼望主 你把这些话 放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 今天三堂的信息 其实也是很多 主盼望弟兄姐妹 能够慢慢的消化 能够成为自己 生命的力量 主啊 求你祝福国语堂 祝福你是一个仆人 求传道 还有师母 祝福许多的同工 一起在教会当中 搭配师奉 愿弟兄姐妹们 都能够越来越成熟 在基督里头 让这个我们的国语堂 不断地为主 结出各样 美好 丰硕的果子 能够现在你面前 讨你的喜悦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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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